我们接下来先看后面这两题 这一题我们先晚一点 先看这两个把圆的部分练习完 我们可以新建草绘 名字可以自己去取 这边的话我会画直线 再多练习一下 拉条直线 然后按一下右键 三点相切端的圆弧 我这边可以做一个半圆出来 然后再点一下 你又可以拉出一个四分之一圆 他会问你这两个圆要不要一样大 我要一样大 因为我这边有讲要等长等近 这边要等近 三个圆要一样大 他会帮我去判断你要不要一样大 好吧一样大 然后再按一下右键 换成线 拉条直线出来 好要不要相切 要啊 好再按一下右键 再换成圆弧 有没有 好这边可以做四分之一圆 好再按一下右键 再换成线 拉过来以后 要点起来 好跳出来 跳出来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设定好了 但是呢圆弧的时候呢 只有这两个圆一样大 他没有加进去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再去设定一个相等 再选择他跟他要一样大 这样子就好了 好把该给的限制条件给完以后 我们再去对他做标注 好譬如说他要标 圆心到这里 这一段 好他要标 这一段 他要不要半径 好OK 基本上都是我要的以后 滚轮按两下 跳出这个标注的动作 然后我就可以把东西框起来做修改 右键修改 好再生取消 这一段是40 Enter 这一段是40 Enter 这一段是8 好这时候选择确定 我就可以画出我们想要的结果 好这边就可以再帮我做一下存档 好那这个题目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做完之后可以先试试看 等一下我再带你画一遍 好试一下 接下来呢这个题目做完了以后呢 好我们继续再看这个题目 炒绘 再看一下 好那这个图形呢 你可以画三个圆 画几条线做修剪 好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圆弧的造型 或者是利用这边有一个叫做中心端点 好用圆弧的方式画也可以 你可以用圆用线 然后再经过修剪 还是直接用圆弧的方式做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有办法画出这个图形就可以 好我们选择中心端点 好给一个圆心 然后呢在高度的垂直位置上 他这边抓不到真正的垂直 但是不要紧 我就自己先画好了 我就自己先画 画完之后我们再想办法 让他们设成垂直就好 设成一个半圆就可以 好再拉条直线 从这边过来 这边要注意哦 他好像没有水平哦 好没关系 好然后呢右键三点相切端 抓一个圆弧 然后按一下右键 换成直线 再加个直线 再加个直线 好再按一下右键三点相切端 再加个圆弧 好这两个圆没有相等 不要被锁住了 拉长一点没关系 好然后呢再拉条直线 接起来 好这边有蛮多东西需要做调整的 第一个你会看到 这边没有出现相切的符号 圆弧跟直线基本上都要相切 没有出现相切的符号的话 我自己去补一个相切 选他跟他 好会出现相切的符号 再来呢这条线好像刚才没有水平 我就再补一个水平的 相切的限制条件 加进去水平 好他出现了一些错误 代表有互相冲突 我们这边先取消掉好了 既然不让我做我就先取消掉 我们来稍微检查一下 因为我刚才这边设成相切的时候 这边好像无形中就有点 就拉直了 好所以呢这个地方 我们就标注看看 看看有没有多的东西 如果有多的弱尺寸 我们再回头检查是不是哪边的限制条件没有做好 好这也是一个方法 当你第一时间搞不太清楚 到底哪些限制条件还没有做 那不要紧就先标吧 好就先标 等到标完之后才发现 诶还有一些弱尺寸 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去看看哪边的几何限制条件没有做 再加也可以 好就先标标看 这一段他要 再来呢 原心跟原心这一段他要 还有呢 这个原心跟这个原心他要 再来 这个半径 还有 这个半径 还有 这个点跟他 好 标完之后你会发现 弱尺寸都消失了 代表这个图形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好没有 其他的限制条件需要加了 好这时候就可以 框起来 右键的修改 好再生的勾勾取消 这一段是22 这一段是38 这一段是19 这一段是8 这一段是10 这一段是10 好做完之后确定 这样子 这个图形我们就可以完成 好 好 这边同学可以 试着 做一下 好 试试看看 好 好 好